不少朋友一直搞不明白什么是权谋价值观,其实权谋的价值观就三点,一切的权术思维方式,其实都是从这三点推演出来的。 一、非力勿动,非力勿动,非非不战,非得勿用没有永远的朋友,也没有永远的敌人,只有永恒的利益。 权谋家所有的行为指向都是利益。 当然这个不能理解为自私,关键是看这个利益是什么?权谋就是实现利益的工具,不能实现自己设定的利益,和自己利益无关的事情,就不会动,不会浪费精力和时间。 而无稽无耻,既然要实现自己的利益,那么就需要手段,权谋家是不为自己的手段设限思维。 无稽无耻,荣之一也核心的好意就是不择手段,不受任何的羁绊,也不顾尽任何的面子,排除了内外的各种影响。 所谓的兵不厌诈,就是如此的含义。 一旦一个人对自己设限,就相当于自负手脚,因为对手会无底线。 三,持树无信,持树不持信,信任则至于人,能骗你的,都是你最信任的人。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官场,一定任何时候都要把人往最坏处想,才能够提前预防,将自己利益不败之地,先不败而后求胜。 这其实背后就是无论时候都要掌握主动权,制人而不制语人,永远都要把刀把子握在自己手里。 所以,权谋价值观听起来很复杂,其实就是这上述的三点。 如果把这三点深深地印入脑子,完全按这个思考,就能够逐步地形成权谋思维,后期再加以历练会让吃销好看点。 这就是权谋家的核心秘密。 权谋王,让你的职场上走十年弯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